HELLO,大家好,今天要继续宅在家里给大家人模狗样 今天我想试的是一个裸妆,就是轻欧美妆容这样子的吧 今天要试的是我还没有用过的这个NATACHIA DINONA的Palette 当时我和同学看到这个颜色就很pop,然后我们就忍不住就买了 但是我还没有试过,所以今天想来尝试一下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步是大底,就是装前装前裏 第二步是粉底 还是之前用的MILK 粉底上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上遮瑕 其实我是因为没有那个美妆蛋,所以我也懒得单独去买它 所以我就直接用手拍 但是那个粉底其实真的用手拍很好用 然后它那个官网的示范也是用手拍 就是遮瑕的话,我觉得用美妆蛋可能会更好 就在这种嘴唇旁边,然后黑眼圈,然后这种鼻子旁边 然后这额头这里,就鼻子这里提亮一下就OK了 我遮好了,感觉最近黑眼圈有点没救 我发现我刚才画那个打底的眼影的时候没录下来 但是我刚才用的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在眼睛这附近就是扫了一下 然后还有眼睛下面一点 然后我现在用这个第二这个颜色 再就是画在这个眼皮里面 我一般都是把这个内霜里面的这个地方都涂满 然后到时候画完眼线之后就在上面补一点 那我们先来上眼线吧 然后上完眼线之后再来补一点 我很期待这盘的这些闪片 还是就是先把眼睛掀起来在眼皮里面勾 然后再画一个wing这样子 大家好,我的眼影盘当镜子的这个雕下去了 幸好它是这种块块,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拼进去 好的,大家,我把我的眼影盘拯救回来了 幸好没有坏 踏实 对,然后镜子我就拿在手上用好了 差不多了 好的,咱们再来补一点点眼妆 哦,刚才真的吓死了 我觉得这种妆,那个,就得慢慢来 我觉得这种妆那个,就得慢慢来 我用哪个颜色比较好呢 我用哪个颜色比较好呢 看看,哇,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我们来试一下 我是这种蓝绿色很好看的 那我们就来西门吧 原用的还是这个 MEC的修容 OK 还有睫毛没有讲 睫毛打底 还是完美日记的 睫毛膏 今天用的是比较厚的这种 欧美长睫毛人用 的一种睫毛膏 它就比较chunky 好久没用这个睫毛膏了 我们就来画腮红吧 今天用的是这个Tarte的这个 这个样子 今天就扫在这儿 然后下巴扫一点 鼻子也要扫 还有额头也扫 然后呢 对今天还有高光 但是我先拿这个口红涂了吧 我用的是Bobbi Brown的这个 Neutral Rose 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裸粉的颜色 我当时买Bobbi Brown的高光的时候 它一个套装送给我 这个裸粉色还是挺适合我们亚洲人 就也不会显黑这样子 可以多腿一下 哎 抹上去了 可以擦掉就好了 今天用的是这个Bobbi Brown的五花肉高光 超好用 真的 抹在脸上就 哎 特别自然的光子感 这个样子 特别好看 大家 哎 那我们就抹在脸上吧 就是 颧骨这里 然后因为 这个眉毛下面 就连着这里 画过来 然后额头也很重要 就很光泽的那种感觉 下巴也很重要 然后鼻子 还有春风 OK 就你看这扫过去 就特别的亮 就很自然的 一款高光 就是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闪 就是细闪 然后很细腻的高光 我们现在 就定妆 就完成妆容了 定妆之后就 更看得出来脸上的 这些 高光啊什么的 就整个妆就更在细腻 所以定妆还是很重要的 虽然我在前两个视频都没有定妆 我怎么感觉这边眼线有点短 我去补一下吧 有点奇怪 嗯 这样就好多了 对 我超喜欢镜头的妆 我感觉这是我画的最好的一次 那我们换个衣服 然后 继续肩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